白衣男子直接一屁股坐路边 他已经喝忙呼呼大睡 但旁边却有一名骑士 连安全帽都没拿下来 徘徊了好一阵子 直接坐旁边乍看之下 真的就像朋友关心 当时十几名路人经过 也完全没起疑 但其实他已经蠢蠢欲动 看着被丢在地上的手机 迅速摸走 塞进外套装没事 趁没人赶快骑车逃逸 日前39岁的无姓男子 跟一群朋友相约到 新北市新庄的KTV 唱歌喝酒 中途手机响了 但因为周围声音太大声 因此他就走出店外 接电话边走边讲 结果在中途有了睡意 竟然直接坐在地上 睡了将近一小时 万万没想到 进入梦乡这段期间 价值四万多元的iPhone手机 也跟着不见 这下被害人连拿手机报案都不行 只能独自走到派出所求助 但平常在路上 看到两人坐路边 确实很难分辨双方 到底认不认识 觉得我不会上前 因为两个人一起坐在那边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一起的 坐太久或者睡着了 我们是一定会去关心一下 看要报警还是怎样 路过不是不愿意伸出援手 是不知需不需要帮忙 最后警方找到车主 发现车根本不是他的 原来嫌犯跟新妻借了车 临时起义行窃 偷完在骑车道三重 跳蚤市场变卖 得手1000元 隔没几天 远景找到人 发现他因为别的案件 入肩服刑 这下还没出狱 又多了一条前科 只是不小心睡着 同行的朋友也没找他 换来的代价 手机一台 未来恐怕已经寄取教训 不敢在席地而坐 睡觉了 TVBS新闻言人身份新贝 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